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以军仪往南追缴哈马斯 加沙人被要求西迁 伊朗向美传话 不愿意哈冲突升级 美驻日大使又在习近平背后捅刀 黑石CEO和习近平同台吃饭 集团却宜抛售百亿中国资产 中日峰会战狼态度方圆 日方提出棘手问题 按集会画面传回中国 反日言论传消失 英国GPU大厂被揭中国裁员40% 强制离职補偿N加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以军仪往南追缴哈马斯 加沙人被要求西迁 以色列控制北加沙后 计划向南部进发 为避免平民捲入战火 向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 发出西迁通告 以远离战先 并更接近人道救援处 目前已军在西法医院的建筑物 搜索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 较早时在远区附近 尋获第二具人之遗体 身份是被呼的女下士 为逃离以色列对加沙市的军事行动 几十万的巴勒斯坦人 之前逃到加沙地带南部 今个月16日晚 以色列在汉尤尼斯东部地区 空头传单 请当地民众撤离之避难处 示意当地将有军事行动 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雅湖的幕僚瑞格夫 17日告诉微软国家广播公司 我们要求民众再度迁徙 我知道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我们不想见到平民卷入战火 哈马斯在上个月7日跨境特集以色列 造成约1200人死 并老走240名人之后 以色列港名将殲灭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瑞格夫说以色列国防军将必须进入汉尤尼斯 将哈马斯战事赶出地道和地堡 但在西边建筑够不密集的地区 没有这一类庞大基础设施的存在 他又说 我相当确定 他们将不用再度迁徙 我们要求他们搬到一个 可望有帐篷和战地医院的地方 他又说 由于西部地区更靠近和埃及接让的拉法边界关卡 人道救援物资可尽快运到 伊朗向美传说 不愿以哈冲突升级 英国金融时报在17日独家报道指 伊朗外交部长艾麦·拉多拉安受访时透露 伊朗曾透过私下渠道告诉美国 伊朗不希望以哈冲突进一步扩大 但又口硬坚持威胁 若以色列继续攻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掌管的约旦河西岸 和哈马斯在2007年起控制的加沙走廊 区域冲突恐怕难避免 之前有消息人士透露 11月初 哈马斯的领导人造访了德克兰 当时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就当面对他表示 你们在10月7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航动 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 所以我们不会参战 据路透社报道说 据不具名的伊朗哈马斯官员都声称 哈米尼在11月初亲口对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表示 伊朗作为该组织的长期支持者 将会持续向他提供政治和道德支持 但不会直接干预冲突 有报道说 伊朗最高领袖这句话令哈马斯感到不妙 同时伊朗最高领袖要求哈尼亚 必须押制哈马斯内部 有关呼吁伊朗和尼巴嫩真主党 共同对抗以色列的呼声 尼巴嫩贝鲁特智库的卡内基 中东中心真主党的专家阿里说 这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已经迫使他的抵抗族心盟友 必须和拥有更优势火力的敌人对抗 因此陷入艰难选择 阿里说 当你用这样的袭击来换成一只沉碎的红 你的盟友将非常难和你站在同一阵线 西方国家就继续指责 伊朗对反以色列的抵抗团体提供广泛支持 包括哈马斯和尼巴嫩真主党 特克兰将这个做法视为他的安全战略基本支柱 美驻日大使又在习近平背后统刀 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落幕 虽然这场拜集会的用意是为了缓和近年紧张的美中关系局势 但美国政坛仍然有很多批评习近平的声浪 曾多次公开嘲访北京政府的美国驻日大使二万楼就直言 习近平现在急需美国企业的资金 挽救中国经济放缓 彭博社报导说 拜登在记者会再度以独裁者形容习近平之后 二万楼在拜集会落幕隔日接受专访时 习近平迫切需要美国资金落注 挽救因他一连串错误决策 比如是实施找捕导致资金外途等 而下滑的中国经济 所以他没有出席APEC领导人招待宴会 而是去了美国知名企业领袖混习的晚宴 敦促美企对中投资 二万楼嘲讽说习得到执行掌门的股长 但实际上他们的研发 智慧财产权都被偷走了 指出这个明显的迹象 清楚表明现在谁处于优劣势 报导有提到 二万楼是拜登政府对北京最直言不畏的批评者之一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系列帖文 嘲笑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之高 和中国高官无故失踪等现象 二万楼还说白宫并没有要求他克制些 他说没有人告诉我要低调 要我低调是不会成功 黑石CEO和习近平同台吃饭 集团却疑抛售百亿中国资产 中共党魁习近平15日在旧金山和美国商界高层人士共进晚餐 不少企业巨头也有出席 包括苹果CEO傅克 特斯拉CEO马斯克 黑石集团CEO苏世文 翘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等等 其中苏世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和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同座主家籍 尽管习向美国企业喊话 但目前美中关系依然紧张 外资不断撤离中国 加上官方不断加强监管 不少美企已不敢落重本投资 一名有份出席晚宴的美企高层说 在这个有利宣传的场合 习却没有暗示会对企业作出让步 苹世文这边商同集同台吃饭 另一边商 黑石集团正计划出售旗下 在中国的物流园区 总值超过8亿人民币 澎湃新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黑石集团是为了将资金转移 投放至投资报酬率更好的项目中 目前已有意向买家 据报道 黑石集团今次计划出售的物流资产 包括位于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项目 包括农地南京斌岗冷链物流园 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 农地佛山南海物流园 武汉乐盛物流园 农地青岛港物流园等 总面积合共220万平方米 目前平均出租率约8成 当中最大规模的 是位于广州的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区 原子是原广州市国际机场负力综合物流园区 公开资料显示 园区在2021年底被黑石完全收购前 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负力地产旗下唯一的物流园 占地约98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逾120万平方米 当时收购价约为82亿元人民币 有分析人士指 正常来说 投资公司对一些小项目可能是快入快出 但好像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类比较大的交易 黑石集团完成收购的时间不够两年 正常长期投资不会在那么短时间内出售 中日峰会战狼态度放软 日方提出棘手问题 在16日APAC会议期间 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进行长达1小时会谈 日首上岸田民航提出海鲜禁令 以及一名日本商人被中共判刑12年等的棘手问题 岸田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 他强烈敦促中共取消对日本的海鲜禁令 并要求尽快释放被拘留的日本企业高管 他说自己还对中共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并重新台海和平的极其重要性 岸田在旧金山就核废水问题对记者表示 我敦促在科学的基础上冷静处理这件事 我们将在专家层面进行基于科学的讨论 中共就说 日本需要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中共党会这次访美 抛开战狼式外交 全程态度软化 在同岸田的会谈中中共放软语气 中共在会议开始时告诉岸田 两国应聚焦共同利益 妥善处理分歧 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 习近平还表示 日中供应链紧密相连 脱钩和打破这些供应链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日本和美国联手 加强对华晶片相关出口监管 令中国焦虑 岸田在会后说 双方同意推动战略互惠关系 还承诺就经济问题举行高层对话 按集会画面传回中国 反日言论传消失 岸田民航和习近平在旧金山双边会谈后 按集会画面由中共官媒传回国内后 说到日本那阵经常出现的小粉红反日言论传消失 据了解 中国近来因为日本牌坊福岛含穿废水 再度掀起一波反日情绪 但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 Bilibili影音平台官方帐号 17日上传了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民航等影片 下方留言一片长和 大陆网民看到岸田和习握手的画面后 直呼中日友好合作共赢 期待未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平发展 一反平日在网络上一片叫嚣的态度 另外 如果在微博 Bilibili等地方搜索岸田民航 就可以看到按集会相关新闻 但若加上习近平或单独搜寻习近平 则会显示无相关结果 可见中共依然持续封锁人民在网络上查询领导人 英国GPU大厂被揭中国裁员40% 强制离职补偿N加业 英国GPU晶片设计公司Imagination宣布 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0% 涉及每一个业务部门 官方没有公布更进一步细节 但有媒体缓引知情人士的话话 Imagination中国区将成为财源重灾区 比例估计是40% 在2017年 苹果放弃Imagination 不再采用它的GPU方案 导致股价暴跌 中国私人资本Canyon Bridge 随积出资5亿5千万英镑 约合49亿元人民币 收购Imagination 日价幅度高达约42% 之后Imagination向中国市场全方位开发所有IP授权 尤其是GPUIP得到不少企业采纳 比如摩尔线程 心动科技等等 如今财源 居民Imagination 比中方的补偿方案只有N加2 远低于其他外企的平均水平 同时有员工透露 Imagination HR总监 亲自去到中国区处理财源事业 但态度非常强硬 员工说 HR强制要求 必须在星期五前签字离职 否则公司将单方解约 在谈话中 员工要求录音被直接拒绝 还遭到威胁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